这个男人刑满释放第一天 好兄弟就帮他改头换面变成了警长 第二天市长就亲自迎接 带着大山参观警局 身份转换得太快 大山多少还有些不适应 挑了个老警员开始带路熟悉环境 半路就看到有人在木材店闹市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敢在自己地盘惹是必须要出手 一人单挑四个也不怂 即便有时候失手被坐垮下 但真男人都是起身继续 四人剑打不过大山 有人捡起武器想要搞偷袭 关键时刻被一个陌生人拦下 这个男人叫科特 一个黑白通吃的风云人物 听说大山是新来的警长后 科特主动示好打算结交 还准备帮大山举办入职晚会 大山等人离开后 科特转身与木材店老板问好 这个老板竟然是他的父亲 老人一辈子奉公守法做生意 但这儿子却无恶不作 所以科特被老人赶出家门 但父亲被欺负怎能不出手 刚离开的大壮被他叫到了屠宰场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揍 大壮稀里糊涂就被打了个半死 掉落的门牙还被逼往嘴里咽 还在街上闲逛的大山 意外地发现前女友安娜的女儿 小小年纪就开始鬼混 大山故意撞上女孩 顺手偷走了她的钱包 因为大山怀疑她是自己的女儿 但是打开钱包看到女孩才13岁 自己蹲了15年大牢 这或许是自己想多了 第二天一早 大山在女警员的帮助下 换上警服终于正式成为警长 但她的黑客兄弟却摊上了麻烦 因为帮大山换身份 此时已经被兔子找上门 为了保命黑客供出了大山的情况 而资料就在屋内 她表示马上去拿 但谁能想到 开门之后哪有什么房间 门外是一条秘密通道 黑客就这样因此撒手撤离了 晚上大山的欢迎晚会热闹非凡 前女友安娜在她丈夫的带领下 也来到了现场 当看到大山时 整个人都哑妈呆住了 前男友竟然成了丈夫的顶头上司 安娜在无人处质问大山来此 究竟想做什么 大山带她看了一个保险箱 原来大山想要安娜付出帮她做事 但安娜表示自己早已退 看着安娜离开 转身的大山突然被一个闷棍敲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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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